远东百货花莲店举办了圆摆圣诞城点灯仪式 高9公尺的糖果圣诞树让花莲夜空是更亮眼璀璨 同时也启动连续第9年举办的新院礼物认养 以及第一次和花莲市立图书馆举办目书计划这两项公益活动 希望可以让善的种子继续传达到社区的每个角落 又到了缤纷圣诞季节 花莲远东百货圣诞树11号晚间点亮 远东百货表示 今年圣诞城与花莲市公所 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来合作办理 除了点亮9公尺高的糖果圣诞树 也启动连续第9年举办的新院礼物认养计划 我们自己花莲圆百跟花莲市公所 都希望在花莲的这个区域 能够建立小孩子的快乐天堂 包括我们跟家福中心的合作 持续了9年的新院礼物 我们一步一步的一直做下去 希望大家能够在花莲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质 提供更好的商品给所有的花莲乡亲们 花莲市公所与花莲市民代表会 也都全力支持这项公益活动 无非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的梦想都能够成真 每一个孩子的心愿都能够完成 所以真的要感谢我们远东百货 还有很多善心的人士 能够一起来协助这些孩子 那当然 花莲我们最主要合作的对象就是家福中心 家福中心致力于照顾非常多的一个弱势家庭和孩子 那我感同身受 那我也希望我们公所更多的同仁 也一起来做相关的合作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色劳客也把它拉出来 跟我们所有的社会公益做相关的链接 所以我们在每一年的圣诞节把东西准备好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圆梦 今年的新院礼物任养要赠送350位 花莲家福孩童圣诞礼物 同时也第一次吸手花莲市立图书馆举办木书计划 让小朋友们不只收到礼物 也可以获得一本课外读物 让公益活动更富有教育的意义 花莲圆百欢迎民众踊跃认养心愿 以及捐赠优良图书 让更多孩子能够感受到温馨的圣诞气氛 也可以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